中韓開司 秦剛現在就直接告訴你了 他說什麼 以牙還牙 剛好而已 來 秦剛說 日韓對中國遊客採取的措施 注意啊 歧視性 不科學 而且非常過分 是非常過分的 對兩國人員的交往 造成了困難和阻力 因此中方有理由作出回應 看到秦剛這麼說 我心中那塊大石也放了下來 繼續啊 因為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我告訴你 韓國就是入華即先鋒 就是一個入華慣犯 我一件一件例子舉給大家聽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看它的入華史 大家記不記得 這新聞當時鬧得非常大 2016年的8月 三星啊 Samsung 那時候發表了一支新手機 叫Note 7 記得吧 大大隻的 跟蘋果iPhone 打對台這樣 削弱相當好啊 可是那個時候的新聞 大家聚焦的不是它多好用 而是它的電池居然會爆炸 台灣好多人受害 什麼在家裡爆掉啦 還有全世界各地在手上爆炸 在床邊爆炸 把手給炸傷了 把頭給炸傷了 還不小心傷到了孩子跟老人 記得這個新聞了吧 你一定有印象 說不定 我們線上還有觀眾朋友 就是當時 三星手機的受害者 原來是因為電池的設計不良 所以不斷地爆出這種 很離奇很離譜的電池爆炸 手機自然事件 有印象了吧 來 當時包含澳洲 韓國 台灣 美國 中國大陸 不斷地傳出這一種 手機自然電池爆炸的 商人事件 好啦 你也知道車子出事啊 全球要遭羞嘛 對不對 韓國當時也做了 來 我們看 這個三星的高層就出來講 說呢 在上市前 我們沒有針對這個製作的過程 做最後的釐清確認 我們要負起全責 看到這邊按個讚喔 對不對 兵式的車子 氣囊有問題全球遭羞嘛 保時捷的車子 氣囊有問題全球遭羞嘛 福斯的車子 變速箱有問題全球遭羞嘛 應該的嘛 你又負責嘛 所以你的手機會爆炸 在這麼多國家 傷了這麼多的人 引發了恐慌你知道嗎 遭羞剛好而已啊 好 但是沒想到 就在2016年的10月11號 當時宣布全球遭羞 居然中國除外 請問這不是羞辱這是什麼 這不是羞辱這是什麼 全球遭羞 中國除外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中國除外 來 當時中國的這個網友非常生氣 直接做了打油師說 蘋果說我出7 華外說我出9 三星說我出炸 這個炸當然包含爆炸 跟耍炸 甚至還有網友說 三星這一點沒有大企業的擔當 然後一直到47天 哇你這一張電視牆 耳以得耳也錯字 召回的照也錯字 沒關係 47天終於召回 全世界手機都修得差不多了 你等到47天 遭到中國嚴正的抗疫之後 你才總算願意同意 中國的no7也可以召回免費維修 請問這不是入華是什麼 還有 來 大家記不記得 曾經亮哥在我們節目中講過 說2012年 當時LNG的船市場 記得吧 韓國啊 100艘裡面 90艘他做的 當時呢 這個韓國工程師 就在笑中國說 哈哈 你們中國還想搶我們LNG船的市場 你懂啥是LNG嗎 是不是入華 當然是入華 但是直到2022年 抱歉喔 全世界111艘的LNG 中國的訂單高達了28艘 已經是歷史最好的接單紀錄 市佔率也從前年的10% 到去年漲到了25% 所以我就想回問這位當時 羞辱中國人不懂LNG的韓國工程師 你覺得中國人懂不懂 那我再告訴這位韓國工程師 除了LNG船之外 中國的造船業是世界第一啊 將近世界一半的造船能量都在中國 那請問你們韓國懂造船嗎 再來往下看 這是2015年韓國一個紀錄片 叫做東方他者 China 中國 這個影片看起來好像是在稱讚中國 東方大國東方強國 但對不起啊 他的影片一開頭講什麼 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 就是我們韓國討厭中國的理由 因為你有好處都被你站走啦 東西都你賣啊 我們韓國都沒市場啦 沒人跟我買啊 然後這裡頭還有這個受訪的農民說 中國的農產品比我們便宜了十分之一 正在快速的佔領我們的餐桌 甚至全世界的餐桌 看起來是在講中國好 實際上從頭到尾 滿滿都在歧視跟羞辱中國 然後整片形容中國是什麼 施暴者侵略國家落後的地方 而且只會威脅其他人 我告訴各位啊 這一種扭曲中國的紀錄片 居然創下15%的收視率 不得了啊 這比很多韓劇都還要高啊 所以我說喔 我們沒有說要挑動什麼中韓關係 但是我們都關注中美中澳中日 其實你真的想不到 中韓一直都有很多的矛盾存在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事情會鬧得這麼不可開交 韓國就是一個表面認慫表面裝慫 但其實骨子裡 壓根看不起中國 以前中國落後你看不起有道理啊 但現在中國強大啦 中國崛起啦 你的看不起就變成一種自卑 你的自卑就變成一種自大 所以才會有這種荒誕 離奇荒謬至極的入華做法 跟歧視做法 我們這個先請蔡委員 南韓 韓不蘭當大概只有五千萬人口吧 五千萬多萬人口想要扮演大國的角色 然後動不動啊就想要給中國出個拐子 爭取那些什麼孔老夫子他們 我倒是不用跟他們 孔老夫子也不能申請世界遺產好不好 反正祖先大家一起拜嘛 不差這一點呢 你拜孔老夫子我們拜孔老夫子 這個算是比較屬於小情緒 但是裝薩德或者對中國旅客 這樣子的羞辱 就不是小事情啦 這個就涉及到一種 國家的這種尊重程度的問題了 薩德嘛它現在要擴建 當時薩德它的這種偵測範圍是兩千公里 那等於中國東北的飛機起降 都是在它的這種偵測範圍裡面 那雖然中國的這種彈道 洲際彈道導彈如果真的要打美國的話 也不會經過什麼薩德的偵測範圍 因為薩德畢竟是一個戰場 或者中短程導彈的偵測的一個雷達 因為中國的洲際彈道飛彈 一定是飛越北極去攻打美國 這比較短嘛 哪有人說落到你韓國走這個北太平洋 沒那回道理 但是尹錫悦這個時候提這個事情 可能一方面他想要去針對北韓的金胖子 可是問題來講你不想想看 你要弄北韓的金胖子 你那個薩德系統同時也會 更加的進一步的偵查中國的北部地區 尤其是東北地區的這些飛機起降的情形 怎麼啦 你沒事幹在我們的籬包外面 裝個什麼 裝個監視器啊 這對中國來講 當然會有高度的不舒服 而且當時韓國有個財團 叫樂天財團 樂天財團 樂天財團 它把一個飯店的土地 一浪出來給薩德裝置 中國大陸就把很多民眾主動了 就把樂天在中國大陸賣的食品 以及在中國大陸賣的商場 兩三下就關掉 沒有人買沒有人去啦 就主動抵制了 主動抵制 他也沒有去抗議什麼的也沒有 就主動就 就不要買了 對所以樂天就彼此摸一摸 賠了很多 不樂天不是LG很多人把樂天跟樂軍搞在一起不一樣 對 那個是食品類的或飯店旅遊的 然後樂軍是電子產品的 當時大陸還寄出所謂的限寒令 就是對於韓國的影視產業做出一個限制 同時也做出了限制旅遊的禁令 也就是很多的旅行社 要找團去韓國旅遊的時候也有限制 那現在這一次秦剛還算客氣啦 並沒有什麼沒有限寒令 也沒有限制旅遊的禁令 那只是在一個護照簽證上 這個做某種程度象徵性的一個反擊 不過我是認為韓國人也真的不長眼睛 你不管如何你不是大國 必須面對這個現的前提 你不是大國 然後你要挑釁這個中國 不要忘記啊中國能夠幫你的忙 可遠大於你自己能夠幫中國的忙 必須先了解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跟北韓搞不好嗎 那你既然跟北韓搞不好 你要把中國的輿論推向北韓那一邊 這個實在是有過蠢 難道他的情治機關沒有告訴他說 中國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太喜歡北韓 那他可能沒告訴你嗎 那你中國大部分老百姓不太喜歡北韓 那你又把這個中國大部分老百姓怎麼樣 往北韓身上推 這個送他四個字 奇蠢無比 你要跟這個北韓怎麼樣去弄 怎麼樣去弄 有中國當你的什麼好鄰居 總是比當你的壞鄰居來得好嗎 你也沒什麼好自大的嘛 所以我是 他以為他靠美國就行 那真是 這種朋友 戰場上的朋友是越多越好 怎麼會把這個可以當朋友的人 推到對面去呢 他唯一的危險來源就是北韓嘛 那北韓他們是內部事務 對中國來講要懶得管嘛 可是如果把它變成說 中美對抗的一種戰略態勢的話 那你韓國不站到中國那一邊 也就算了 你還站在敵對的角度 那你就是自尋死路啊 我是覺得韓國人到底有沒有想清楚這一點 取緣天后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層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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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